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Rachel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人是从哪儿来的? 你会回答,妈生的,妈是从哪儿来的? 你会说,妈的妈生的,那妈的妈的妈是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知道给我留言 科学家说,人是由其他物种进化来的,内人缘进化来的 从爬行动物到直立行走 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那最初还有这个单细胞吧 那最初的这个细胞是从哪儿来的? 科学家解释不了,没有答案 神学家说,神创造了人,神创造了万物 神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如果你要问,神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 科里希纳穆提在《爱的觉醒》这本书 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他说,什么是宇宙的产生? 不仅仅指的人类,什么是大自然,什么是其他物种,其他细胞的产生 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用我们的头脑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头脑是紧绷的 头脑总是有一些记忆 有一些知识 有一些经验 头脑总是喋喋不休的 从这个念头跑到那个念头 让我一致于让我们的心总是有烦恼 我们的心总是焦虑的 我们的心总是有些害怕 我们的心总是有些企图 用这样一个头脑是解释不了物种的起源的 他说,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都有一个活泼的头脑 什么是活泼的头脑? 就是有空间的头脑 什么是有空间的头脑? 就是一个空无的头脑 什么是空无的头脑? 就是观察自己的头脑 观察自己的念头 也就是修行人讲的内观 你坐那里冥想的时候 观察念头从哪里产生到哪里去 它产生了一定会消失 只要你处在这个觉察状态 你就会安静下来 这时候你的心就不会混乱 就会出现一种秩序 当完全处于这个宁静状态 你会触摸到这个真实 什么真实呢? 你就是万物 你就是宇宙 你就是自然界 你就是其他的五种 这是一种智慧 这是一种有能量的智慧 他说只有我们的心 处在这个状态 我们的慈悲才会产生 我们的爱意才会产生 我们的内心的安全感才会产生 克里希那木提没有给出答案 他没有给出万物是怎么起源的 从哪里来的 没有答案 但是他给我们带领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就是如何让我们静下来 如何让我们的心有秩序 如何让我们有安全感 我们生活的更加有智慧 告诉我你的想法 给我留言 下次见